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來到今晚,再一場歐聯賽事 我們主場迎戰PSG 首先看看歐聯H組的情況 4戰3勝1負12分 4戰2勝2負6分 我們9分,對不起,說錯了 來比石4戰2勝2負6分 4戰1勝3負3分 所以我們現在暫時9分 9分是領先榜首的 如果今晚的球賽贏了的話 只要最後一場不輸超過5球 就一定是排榜首的 因為我們有12分 來比石,就算最後一場贏了 也是12分 但是對賽成績,只要我們不輸超過5球 就可以了 今晚的球賽如果和了的話 其實都已經敵出線 但未必一定是排第一 OK 所以今晚的球賽已經足夠了 所以一定是 雖然是奧特福主場 但不需要打得太進取 相反 巴黎這場球賽如果贏不了的話 他們都有點危險 出不了線 尤其是 如果他們輸給我們的話 就算贏了 也要看我們對來比石那場的戰果 才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 所以他們肯定是很想贏的 但我們來說 正所謂淡定有淺症 在這些情況 希望我們的領隊 和教練團隊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球員 都可以運用到這個優勢 令我們的球賽 就叫做作和望贏 首先交代一下 記者組合中的第一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 究竟雙兵情況是怎樣 我們的雙兵情況 是樂觀的 因為 蘇斯特查就說 迪基亞雖然撞傷了 但其實已經可以操練 但究竟這場球是軒仔 還是迪基亞 所以我想我也要想一想 今天晚一點 做大巴 深水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一說 究竟我怎樣想 大家當然也可以怎樣想 先說完 大家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你們的深水陣容 今天是多一點時間的 今天 下午7點之前 即是吃飯前 7點之前 你們留的深水陣容 我都會在8點那條影片做的 所以今晚8點我才會出大巴 深水那條影片 所以7點前 大家留的深水陣容 我都會和大家在那條影片分享 另外除了迪基亞之外 Marchi也證實了她病原 即是說 今晚如果需要的話 她是可以出的 還有在訓練的時候 她都覺得感覺是OK的 除了之外 泰利斯也是OK 普巴也是OK 所以就是Dolfo 因為她回來訓練 但是應該就未必得的 據我看到的情況的資料 就是說 OK 但蘇財集團也說 由於這場是一場非常大球 以及歐聯的重要賽事 所以每個球員 都一定說自己OK的 每個人都說 我可以了 所以她說 這場球的困難 就是究竟選擇 哪幾個球員是正選 以及哪些球員 甚至乎連大軍名單都未必有份 但是今次 今屆的歐聯好一點 因為大軍名單 可以多放一些人 所以希望可以做到一個評額 所以 基本上 當然 中市仍然都在受傷 不知道為什麼 很過癮的 每一次 蘇財集團說 雙兵 她都會提提提中市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都不猜 其實心裡有些想法 不過不要猜 好 相反來說 PSC的雙兵情況 大家不要忘記 除了雙兵之外 杜安沙比 這場球是要停賽 大家記住 大家放深水浸容 就不能夠放杜安沙比 好 PSC那邊 他們的雙兵名單 有 伊卡迪 前鋒球員 另外 Dressler 以及Bernard 這位防守 Dressler是中場 Bernard是防守 所以有四個雙兵 但大家要留意 有兩位都很重要的球員 這場球就能夠踢 包括馬坤勞斯 以及Varatti 這兩位球員 在中後場 對於巴尼蛇爾門 是非常重要的兩個球員 由於他們上場 兩位都受傷 沒有踢 這場球能夠踢 對於我們來說 影響都相當大 肯定 巴尼蛇爾門 給我們的壓力 就會是 比上一場更加嚴重 所以我們這場球 真的 再次考驗我們的 防守的實力 OK 就算利馬 也是這場球說話 我們知道 歐聯有幾重要 星期三這場球 對於今年歐聯的情況 我們上一場 利馬說 打得不好 但也1比0 贏了來比錫 OK 今晚這場球 我們一定要踢得最好 才有機會 有機會贏得 還有 令我們的出線 簡單一些 他就說 很多細節的 一定要做得好些 一定要 打 作為 像一對 團隊精神很重要 也要做得好些 也要做得好些 如果不是 一定是困難的 很有趣 連尼馬也要說 比賽 比賽 還要做得好些 要做得好些 你就明白到 這場球 對巴黎 才是耳門 有幾重要 說真的 對利馬的重要性 還不是最嚴重 最嚴重肯定是對杜曹的重要性 說真的 如果這場球 比我們贏了 如果他們 如果真的 小組都出不了 我相信 杜曹都穩定 身工都可以 所以這場球 對他們更加重要 我們當然也重要 另外說回我們的記者招待會 雲迪碧克 跟蘇沙澤出席 記者第一個問題 雲迪碧說 你會不會等了這麼久 有些不耐煩 以及跟班奴踢球 還是怎樣 雲迪碧說 我每天都很努力 我就是知道 我可以給球隊 一些特別的東西 一些 extra的東西 所以一直都很耐心等候 沒有問題 跟班奴踢球 當然是不錯 我在亞積斯 8號、10號、6號都踢過 所以我都很習慣這件事 我很習慣踢不同的位置 其實他之前都說過 只不過是重複說的 另外問蘇沙澤 這場球是想怎樣 當然 老實說 他沒有理由跟大家說 我這場球死手 和我一分就是高K 他的打法都得體 總之最快可以得到 最快可以出線當然是最好 亦都希望贏到這個群組 贏到這個小組 老實說 都合理的 因為贏了這個小組 對第二的對手 可能會 理論上容易一些 他說我們是萬聯 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心態 一定是要小組冠軍 OK 雲迪碧也被問及 卡雲尼的影響是怎樣 卡雲尼的影響是怎樣 如果有卡雲尼的影響 尤其是對於我來說 因為卡雲尼的影響 令我多了空間 在禁區裡 防守球員 很多時候會著重了 去看著前鋒 所以我就多了空間 給我運作了 所以問迪碧說得很對 這個我都非常同意 另外 有一點花邊 夏蘭特入球很厲害 就快破了蘇斯卡的入球紀錄 蘇斯卡就說 當然了 他一定很容易就破到我的紀錄 這個球員真的很努力 令我感到很驕傲 現在不停地進步 我就肯定 夏蘭特會入球很多 歐聯會入球很多 因為我估計 其實他沒有說什麼紀錄 但我估計 可能是挪威人 在歐聯入球最多 他會破到蘇斯卡的紀錄 我估計應該是類似這樣的紀錄 另外 有很多蝙蝠 很多問題 都是關於卡雲尼的 由於太多 而且我也有一點 新的想法 關於卡雲尼 所以今天晚一點 即是四點鐘的影片 大巴台 我應該會多說一些卡雲尼 即是說一些蘇斯卡 以及我自己有些新的想法 或者更新的想法 所以先說一些 賣一些廣告 現在這條影片 下午四點的影片 就會多說一些卡雲尼的事情 接著八點的影片 就是大巴心水 講一下我 以及大家的心水陣容 蘇斯卡也被問及 是否可以挑戰錦錶 說真的 我們連續贏了幾場 近況也不錯 一旦是這樣的情況 一定會有人問他 OK 蘇斯卡也答得很得看 他說 頭八至十場比賽 你一定要跟到大隊 否則你就沒有機會 但我們未必贏得夠比賽 贏球可能不夠 現在來說 我們正在追 正在追 前面領先的球隊 我們當然 希望在四至五月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更加好的位置 可能 我也明白 他的意思是去到四五月才知道 究竟 是否真的有這個能力挑戰錦錶 但現在我們集中什麼呢 集中就是改善 以及繼續建立我們做得好的事情 希望可以繼續保持好的狀態 我們現在的集中點 今晚就是歐聯 當然最重要就是贏了我們這個小組 我們可以說什麼都可以 也很重要的是 給球員一個信念 信念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表現 我們每一場比賽 每天訓練 都好像雲迪碧 坐在我旁邊的雲迪碧 那樣 那個態度是很重要的 我感覺到 我的球隊 現在是預備 做得好過去年 去年 我們都是不錯 始終第三 但今年 他感覺到我們球隊 會做得更加好 言下之是什麼 大家自己猜到 對嗎 另外 就是 他問到 即是有記者問到 馬仔和卡雲尼究竟怎樣 哪個是好些 哪個會踢正選前鋒 馬聯 不是說這場球 他當然是說 即是未來 他就說 其實有一個位 是最 肯定的 就是龍門的位 不是迪基亞 就是軒仔 其他位置 都是很浮動的 為什麼呢 我們那手球員 有很多球員 都可以踢很多位置 所以 究竟哪個踢哪個位置 其實都是取決於 當時的情況和狀態 所以 你就不能夠 只說 馬仔和卡雲尼 現在 例如 馬仔和卡雲尼 福仔和 鮮湖 都是可以打正9號位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接著 亦都被問及 這個有趣 這個問題我們都想問 即是 他怎樣去改善 或者改善球員呢 他就說 很多時候 我們做教練 或者領隊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怎樣令到球員的表現 去到最好的 我們嘗試給他一些意見 嘗試給他一些意見 亦都嘗試去幫他 但是 去到最尾 球員自己的想法 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們就是真真正正 決定到 他們的表現是怎樣 他們想成為一個什麼球員 所以 他們如果有決心 亦都有一個想學習的想法 我們當然會盡量 我們做到多少就多少 去幫他建立 亦都會給他們一些機會 他們上陣去累積經驗 所以 我在這裏 就是幫助球員 但是幫助球員之餘 更加重要的話 就是要幫助球會 他都得到得太 亦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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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對的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記者資料會問的 其實還有大約 差不多一半的記者資料會 就說卡雲來的 不過我留下下一節再慢慢跟大家說 因為我也有些想法 新的想法 所以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今晚的背景資料 或者關於相關的傷病 就大致到這裏了 就像我剛才所說 大家在這條影片留言 說下你們的心水陣容 7點之前今晚 我會在8點那條影片 做的時候 會和大家一起 除了我的心水陣容 還有大家的心水陣容 另外4點鐘 應該會有條影片 多一點卡雲來的 因為老實說 可大可小 無緣無故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真的要停賽的話 也很麻煩 Anyway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